今天這條影片是響應I'm Hong Kong I campaign 的呼籲 希望各位在接下來的5月人口普查中 有關民族和文化起源的問題上 填上香港人這個身份 還有在語言問題上填上廣東話 去年加拿大政府推出港人救生艇計劃 第一次承認香港人這個身份 接下來就是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如果香港人這個身份 在加拿大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家佔一席位 香港人在加拿大發聲會更加有份量 更加受到重視 特別就是在四山流亡的年代 香港人這個身份更加重要 到底香港的下一代還會不會叫自己做香港人呢? 我就不知道了 香港的歷史每一天都有人在散改 真相就伴隨著時間越充越淡 身處在加拿大的香港人 希望大家一起見證這個歷史 不要讓香港人這個身份 在歷史的紅樓中消失抬盡 香港人加油 我們下至少的歷史 這個下至少的少許多有發現 如果我們下一個光盆 我們下一個離開的 我們下一個人